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随着疫情趋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宣布将逐步放松管制 金融市长林友昌表示 将公告解封的范围 包括了游览车 满载 基隆雨登船 大五轮沙滩 联名活动中心等 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将逐步放松管制后 到9月28号起 已经连续48天 加龄的金融市 这种方面也已经做好准备 将配合中央指引 希望让游戏场 KTV等受到疫情 重大影响的产业 能恢复生机 也让从业人员 恢复工作有收入 我们也已经 47、8天连续的零确诊 所以这种市 其实是相对的更有条件 来进行一些松绑 那我们会依照 中央的一个指示 在这个10月初开始 包括针对相关的 游戏的场所 KTV 依照中央的一个指示 以及餐饮 旅游观光业 的相关的一个指引 来希望恢复 这些最受影响 重大的这些产业 他们的一些生机 也让这些从业的人员 能够重新的恢复工作 然后在经济上 有所收入 刘昌进一步指出 这次松绑的范围比较广泛 包括游览车满载 基隆雨登船等交通运输 还有大五轮沙滩等 公共区域人数限制等 都将放宽 我们原则上会遵 会遵照 依旬的 CDC的一个指引 包括像 这个游览车 现在是八成 未来会变成是满载 那我们在基隆雨的 登船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也会同步 朝向这个方向来做开放 那另外是 之前有管制的一些 场所或者场域 比如说包括大人沙滩 还有包括像刚刚在提到的 人民活动中心 社区关怀的据点 还有包括这个 儿童游戏的 以及运动的场馆跟空间 我们都会一并的来 这个做 这个朝向解封 或者是开放的这个方向 来做努力 那在这两天 我们会把各局处 会整地方的一个意见 来做最后的一个确认之后 这两天会跟大家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报告 牛厂表示 基隆市目前疫苗施打率 已经达到56% 正朝六成的目标迈进 因此基隆市更有条件进行松绑 基隆市政府这几天 将根据中央指引 并汇集地方意见 朝开放解封方向努力 近期就会正式公告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导 随着疫情逐步解封 常吸引人群 围观新爽的街头艺人 也逐渐恢复演出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 宣布将在10月2号 举办疫情仪会 街头艺人嘉年华活动 邀请北北基优秀的街头艺人 在海洋科技博物馆 避水广场演出 希望为疫情解封暖身 让民众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街头艺人手维带着口罩的 金融市长林佑昌Q版画像 连本人都觉得像 今年3月 金融市文化局推出 街头艺人新制 包括许可证 及展演申请 都采取线上操作 及北北基三世共同机制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有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在街头演出 不过这项新制很获好评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积申请 1172张街头艺人证 也就是 你不限受限空间 跟不受限地点的方式呢 所有想要参与街头表演的艺人们 都可以来申请艺人证 然后能够在街头进行演出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累计的街头艺人证 已经有1172张了 那这张证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它是北北基共用 就是你在台北市 新北市跟金融市三处 只要在一处登记街头艺人 就可以在三地登记进行演出 那我想这个街头艺人的风潮 希望在疫情解封 然后我们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在街头展现的一些活力 跟一些表演的艺术 而在疫情逐渐和缓下 金融市政府也计划 10月2号 在海洋科技博物馆广场 举办街头艺人嘉莲华 邀请各地街头艺人一展长才 为疫情解封软身 也让民众欣赏到 不同类型的精彩表演 我们文化局这边 也就是街头艺人的一个表演 也刚好趁这个机会 因为原本就已经准备好 那时间点也刚好配合上 那我们会在这个10月2号开始 再来举办这个疫情会 街头艺人的嘉莲华会 来为整个的一个 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来进行一个暖身的一个动作 除了表演艺术的活动 现场还将规划街头艺人四集 包含捏面人 造型气球 吸管制作 人像速写等20组展演摊位 展现艺术的多元样貌 邀请大家一起来 重温正常生活的美好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七堵庆祭公欢庆建功60周年 在10月2号这个礼拜六 当天将从早到晚 接连举办机车 家电扑扑活动 以及邀请著名的影视歌星 和表演团体轮番演出 为了要避免车遮斗发生的危险 妙方也申请录权 礼拜六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 封闭崇明的一路到光明路之间的 自制阶诊断道路 提醒民众注意 也请大家见谅 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 庆祭公主委柯金标 拿着活动海报表示 感谢庆祭公所有委员们 全心全力的帮忙 以及各界信众的支持 办理欢庆庆祭公建工六十周年活动 在十月二号当天 从白天就开始举办 机车家电执角活动 参加的民众 谁执角 拔杯连续硬杯最多 就可以拿回机车 以及多项家电大奖 首先要感谢 我们共的稍微维环 为这边的活动 转心转力付出 出钱出力 也要感谢国家的 这些闲南信路 提供 很精彩的 这些拔杯装品 这边拔杯的活动 是由 我们各位学男信路 各位相关的 这些青雄 给我们赞助 这个拔杯比赛 我们一天十点就开始 统多的众 在车光阳伊武林 我们总共 所有学男信路 提供有三十名的招聘 欢迎各位学男信路 来参加滑杯比赛 下午三点开始 举办各社团表演活动 而下午六点开始 更邀请著名影视歌星 办理联欢晚会 到达来 这边 为了这个节目 还有活动 还有活药 所以我们拼搭了 红西田 谢宇军 谢宇军 都会开始来到早 为了避免当天 人车针道发生危险 庙方也申请路权 10月2号中午12点 到晚上12点 封闭从明德一路 到光明路之间的 自治街诊断道路 提醒民众注意 也请民众见谅 这边因为活动 我们跟警察局 来申请路权 当天12点过 会在自治街两端 和南新路 开源路 这都会设计一个管制点 中午12点开始 如果作成 我们各位的不方便 请各位 向南新路 多多来包含 多多来见谅 谢谢你们 亲济宫主委 客金标指出 10月2号礼拜六 欢迎各界好朋友 到亲济宫参拜 亲都妈 也一起欢庆 亲济宫建功 60周年的喜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您来看 基隆市中正公园 是知名的景点 不过在新一区的 基层访试座谈会上 有里长就反映 16路及17路上方的 公园边坡 出现了滑动的现象 让居民忧心忧忧 基隆市长林悠昌表示 边坡滑动的部分 将尽快请水保济师 到场评估 是否设置监测系统 至于地方关切的 公园水系及 排水路线等问题 也将纳入中正公园 第三期规划案 一并处理 在新一区基层 访试座谈会上 中正公园周边状况 成为里长关切的重点 包括16路 17路上方边坡 有滑动迹象 以及整个水系 及排水路线等 因为其实我上那里来意气很好 那个 我那一年要选择那一年 就沿到 沿到什么方面去 那这 对啊 算是 我们已经说过了 然后藏起来是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申请平台计划 就心配做一个改善 30公分而已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我的 里面那个 17路路口的那个 那我有跟 孔理长有提案过 我说最主要就是从他们17路 喜悦那个路口 曾经贯通到西一路 然后做一个大的相谈 这个游击前也套工了一部分 也曾经补强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水系在边 真的要做监测 对此金融市长 牛昌表示 边坡滑动部分 将紧速请水保济师到场勘查 确认是否要装设山坡监测设施 这个民众有疑虑 我们要拿出一些证据来 也比较能够说服林民 所以让那个水保的祭司团队 陪同财政处 然后到时候你们也约一下 一站 让他们去做专业上的一个检视 跟这个判断 至于水系及排水路线的问题 柳昌回复表示 即将展开的中资公园第三期规划案 范围涵盖了天鹅洞 到16路及17路一带 会一并纳入处理 这一个事情 杜花处已经有变列预算 在 我记得我是请问进化 但是在今年就要起案 今年要起规划案 就是上面的 天鹅洞的这一块 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案 会出来 那当然 就会连这边 室友地的这一块 然后跟小壁头 跟这边进出的动线 就会整个 整个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那如果到时候涉及 相关的建设的项目 就会逐年分歧的 连续预算 所以你刚刚在提的这个事情 本来就会纳在这整个规划里面 包括刚刚那个国立里长讲的 这个水系的这个问题 海水的问题 洞线的问题 到时候都要一并做出 另外有里长反映 上奥坑路172巷口 路面出现下线 担心影响人事安全 公务处方面会刊后 却发现土地署 国有山山署管辖 刘昌强调 虽然权责在于中央 但是为了公共安全 要求公务处 在一个月内处理完成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深奥国小学生 在教师节当天 安排了小小的惊喜 给老师 旧事员陈宜 也结合了永昌福伦社 准备了450个蛋糕 前往偏远地区的学校 分送蛋糕对老师献上祝福 我们如果功课错了 每个人都错一个地方 那老师就要全部改 同一个地方 位处偏远的 深奥国小 受到少子化影响 过去新生人数逐年减少 但在校方努力下 今年还新增了两个班级 而新的人工草皮刚完成 成为全金融市第一座 人工草皮操场 锦铃的风雨篮球场 也将在验收之后正式开放 刚上个礼拜才开始开放 小朋友 其实大小朋友 幼儿园小朋友 都非常的喜欢 他们都会跑来 在那边玩 在那边滚 就好像在床上滚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软 非常的舒服 长期关心 偏远学校资源的 市议员陈宜 28号 协同永昌福人社 前往学校赠送蛋糕 总计有450份蛋糕 要分送给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 在疫情期间下 每个老师都跟网红一样 然后就是要把 像自己就像拍卖歌一样 然后就是把最好笑 最搞笑 或者是最有趣的教学 给在电脑平板前的小朋友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今天陈宜所选的 深奥跟深美国 因为这边离市区比较偏远 所以来赠送这些蛋糕 给这些辛苦的老师们 先感谢陈宜一座 以及我们永昌福人会 带给我们辛苦的老师 这些礼物 那深奥国小在这几年当中 在中校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学校的软硬体的部分 还有老师真人的部分 都可以看到有很大的进步 那所以在今年的招生上面 我们今年很高兴 可以跟陈宜一员 一起来参加我们深奥国小的 这个庆祝教师节的活动 那今天议员带领着我们 一起来为我们这个学校服务 也感谢他让我们有这个 可以服务的机会 那同时也辛苦的 庄校长这几年来 为深奥国小做的努力 那如果还有什么缺的资源 都可以尽量跟我们 补偿福人士来争取 疫情之下老师也是孩子的守护者 教师节这一天 孩子们及各界 献上满满祝福 让老师大大感动 记者黄绍铭 介绍报道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 钥匙口店参拜 感受发喜 想工作却跟不上 现代科技 为了协助银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 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 真才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 多加利用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2021年的基勇市教师节 表扬大会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缩小规模在长荣 彭源会馆办理 典礼现场全程直播 简单而精致的表扬大会 让参与的老师 都能感到温馨及荣耀 荣获师多奖的人爱国小校长 彭丽琪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针 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发展潜能 另外特教优良人员 深美国小吴立新老师 为孩子量身定做教材教具 让许多过度活泼或过分安静的孩子 能够顺利融入班级学习 在今年的教师节表扬大会上 还有一位服务满40年的 资深优良老师丁正玉 一直在东信国小服务 克尽其职 也默默耕耘这么长期的时间 可以说是人生典范 在受奖老师中 其中服务满3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 暖暖国小的黄英仁及廖秀迎是夫妻党 在教学与行政系统的协作上尽心力 营造更好的校园 很高兴走过了30年 今年荣获了30年的服务优良的奖项 其实我们夫妻平常在家里 也是都会互相来讨论一下教学上面 特别是因为我后半部的教学生涯里面 都担任行政 太太一直都是在担任导师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导师 和行政的两种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去讨论一下学校一些 有关于教育政策 如果在学校里面落实 能够真正协调到说 行政是教学的后盾这样子 我想说这是我们夫妻 在一个学校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但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地方 市长林又昌亲自主持颁奖典礼 表扬师夺奖 优良特教人员 Super奖 教则奖 资深优良教师30年及40年 共计69人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各位老师 还有校长大家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些的一个成果 那可以说如果这六年多来 我们在基隆的教育场域 能够有一些进步 我想这份功劳 还有这份成绩 应该是属于我们所有的老师 属于我们所有的校长 属于我们所有教育处的同仁们 感谢老师们的辛劳 近年来基隆市教育场域的进步 课程设计获得全国表扬 另外9月举办的灯塔教育节 超过2500位教师同时在线 证明基隆也可以跟全国教师们 分享丰盛的成果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石雕艺术家廖天照40年与时为佑 创造了无数令人称奇的作品 二度收邀到极乐寺佛光宗门馆整出 这一次带来了佛艺 木艺万象书法四类创作 一块来欣赏造像与石雕艺术的结合之美 很难想象这卧佛石雕一体成型 看准石雕夹在黑时间的特性 而打造的卧佛令人称奇 这个不是加上去的 这个是磕出来的 石头本身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黑的跟白的 白的是石雕 那我把它的这个不要的把它去掉 把它磕一个卧佛 还有没有名字的创作 您看什么它就是什么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很自然 它就感受到那种清醒 还有它的光带还有融合 那这一个档旗呢 这个是我们国宝级的 廖天造老师他的一个作品展览 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 看不出是石头 因为呢从石头里面看出生命 看出呢这个柔软 那看出呢很多的一个 我们内在里面的慈悲与爱 那这些呢都可以从老师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 石雕艺术家廖天造一项独中浑蓝天成的石头 无师刺痛的他为自己开启石雕艺术之路 早年巡回台湾及友邦国展览 这一次二度受邀至佛光山极乐寺展出 带来佛艺 木艺 万象 书法 这四大类共39件作品 这一次的展触呢我就比较偏向于佛艺系列 这个石材很难找 无量无边当中要取之一二很难 它就是石材的特别性 每一个构想都在每一个当下产生的 过了那个当下 有时候也讲不清楚了 创作就是这么一回事 吴学院派包袱的他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 看似无情无生命的冰冷石头 在老师的缠心巧手下 展现了佛性的生命光滑 这档展览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 欢迎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来极热寺佛光宗门馆欣赏 鬼斧神功 巧夺天功的雕塑艺术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市长林又昌 领军推动多项重大市政建设蜕变有成 不但市民对市政满意度屡创新高 金融市政府团队 更在今年的国家卓越建设奖中 一举栽下了四项大奖 林又昌出席颁奖典礼时表示 将持续与优秀的规划设计人才合作 一起在基隆实现梦想 在内政部营建署长等来宾共同见证下 金融市长开心的举起奖杯 这是2021国家卓越建设奖颁奖典礼现场 金融市政府今年一举拿下四项大奖 包括都市发展处推动的金融山海城串联再造计划 夺下规划设计类首奖 财外发展处的望海向景观桥工程 获得最佳规划设计类金子奖 另外文化局以教官圈设计 要塞司令部官邸这两处司令古迹修复工程 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子奖 公务处的七鲁区实践路19及21号桥改建工程 则获得施工品质优质奖 牛昌特别感谢来自全国的优秀规划设计人才 参与金融城市改造 协助金融这一座城市成功蜕变 今年金融市有四个奖项获奖 我想这是对我们金融市整个公共建设 还有城市环境有很大的一个肯定跟鼓励 其实这几年大家发现金融市有很大的一个 蜕变跟进步 其实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有包括规划还有建筑以及景观 所有全国很优秀的这些设计师们 来参与了金融城市改造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奖项 我想从包括整个的一个规划跟设计 以及包括我们的四港再生计划等等 在最近这四五年的期间 其实我们不断的一个得奖 那并且把这些规划跟设计的构想 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 那所以我想今天这么多的一个奖项获奖 我想我们会继续跟台湾优秀的专业者来合作 然后在金融的这个城市的场域 继续实践我们的理想 因为智里金融的表现有目共睹 外界也好奇林游昌与新竹市长林志坚 及平农县长潘末安等表现优秀的民进党 县市长下一步 对此林游昌强调 现阶段仍以金融市政为优先 努力实现对金融市民的承诺 我跟这间市长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 把我们担任市长的一个工作把它做好 把城市的环境把它营造好 我相信这是我们对市民的一个承诺 也是所有政治工作者大家的一个初衷 我们只是做到自己的本分而已 市长有想过一下赛呼的布局是入格还是市长 其实我想大家都多虑了 我们的身份角色还是市长 我会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 把这份工作把它做好 至于其他的事情 不去多做猜测 也不去多做想 做好本分比较重要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 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